店員快手停不下來 飲料一杯接著一杯出 離中午還有一段時間 上門的客人還有外送訂單不少 6月以後疫情趨緩 消費人潮歸流 我們就以當時候疫情比較嚴重的狀況 跟現在做對比 整體的營收 起碼也都有成長6到7成 我們今年11月 就會預計在法國的巴黎 展出我們第一間的門市 那台灣國內的狀況 以目前恰然的狀況來說 預計會在下半年度 展出5到10間門市 以目前來看我是看好的 那當然 如果說之後又發生疫情通膨 可是這我們沒辦法控制 手搖引業者說 現在各家品牌在展店上都要開始衝了 大家都不敢慢下腳步 畢竟疫情已經悶了兩年多 主機總署8月12號公布 第二劑民間消費成長2.89% 但下修了2022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到3.76% 比5月底的預測值還要再下修了0.15個百分點 同時也預測了明年的經濟成長率是3.05% 保三成功主機總處預測 2022年每人GDP 33743美元 另外上修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增率2.92% 創下14年來新高 因為廠商逐漸反映成本 還有外食費和房租漲幅擴大 預期2023年將隨原物料價格回穩 漲幅縮小為1.72% 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最主要趨勢 就是在國內需求的部分 反而是上修的 那整體的GDP成長率下修 最主要的原因會是來自外需 但是我們看外需市場表現 基本上商品跟勞務的出口又維持一致 所以這影響最主要原因 就是輸入性通膨 輸入性通膨導致第二季跟第三季的 這個進口成長率 大幅高於之前的一個預測 CPI的全年度的一個年增率預測 雖然是上調 但是其實有一個關鍵 就是說那個高點 應該就差不多在六七月左右 所以說高峰已過 而且從它的這個進口的 這個預測來看的話 基本上這個輸入性通膨 就是在第四季獲得一個 比較顯著的環境 國際機構下修全球GDP幅度都很大 但台灣修正幅度卻相對和緩 而學者認為台灣下半年的經濟成長率 仍有兩大變數 一個是出口 另一個是消費動能 隨著聯準會升息的幅度 逐漸的加大 那家庭經濟的情況 就會開始惡化 那一旦家庭的經濟 開始惡化之後 那它勢必 就會排擠掉其他的消費產品 我們現在台灣的出口 電子零逐漸 這部分的占比是最大 中國是我們台灣出口最大的部分 那它的占比是高達四成 它也是對美國來講 是最大的進口國 所以中國大部分的產品 也是出口到美國 就是它出口的部分 到美國的占比也是最大 所以當美國的這個消費下降的時候 當然中國是首當其衝 那我們台灣也是受到影響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吳大任認為 台灣的經濟亮眼是出口之稱 但當下半年全球消費需求下降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出口 對企業來說 可能會停止加薪或開始放無薪假 連帶導致失業率上升 所以恐怕不能太樂觀 TVBS新聞 可是我何家姚萌一姐頭不到